近日,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第四届理事长任启亮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华文教育是海外植根最深、覆盖最广、最为有效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形式。 目前,全球有约2万所华文学校、数十万华文教师、数百万华裔学生。 作为帮助海外侨胞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华文教育被誉为留根工程。 任启亮介绍,自2004年成立至今,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充分利用社会爱心资金, 开展远程教师培训、华裔学生网上课堂、海外红竹固相行、 华裔青少年华裔朗诵大赛等系列优质项目,广受海外华文学校及师生好评。 2020年以来,不少海外华文学校应对专家去寻讲的方式培训海外的老师, 适应海外华文学校的需求来做一些定制性的、针对性的教材。 还有为了加强中外青少年的互动,搞一些朗诵比赛、网络春晚等等的活动。 2020年以来,不少海外华文学校因疫情中断教学。 为此,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推出停课不停学项目, 截至6月底,共推出直播课660节,为海外华文学校提供了有力支持。 任其良认为,虽然疫情给全球教育事业带来冲击, 但也为互联网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未来,互联网华文教学将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作。 网课,网上互动,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受众更多, 第二个就是说效果更好, 可以让海外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偏远一个华文学校, 他们就能直接和国内的名师能够对上话。 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效果非常好的。 我们就想在这个方面要重点地打造,要规范课程, 丰富它的内容,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去进一步地推出来。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也为公益组织募资筹款、项目管理等带来挑战。 任启亮表示,募集资金是基金会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 未来基金会将在开拓新的募资途径, 开创有影响力的项目两方面持续发力。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围绕着募集资金和开展项目两条核心去做。 募集资金就是要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那个项目就是把这个项目要做一个梳理, 要把过去的重点的项目有影响的项目, 效果非常好的项目怎么样做大、做好、做强。 任启亮表示,海外华文教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将不负重托、开拓进取, 为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